野蛮女友苗浦 英俊小生罗晋 做客大巨档案 为您讲述牧羊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天津卫视 为您安排的大巨大案 我是赵忠祥 我是王岳波 好 我们这集热闹了 因为我们不是咱俩了 又请了两位 大家看这两位认识吗 金童玉女 金童玉女 姐弟 一对姐弟 苗浦 苗浦是穆桂英挂帅里的女一号 穆桂英 这位是罗晋 是他的夫君杨宗宝 对 因为咱们已经做过一回 苗浦的这个专访了 咱们都知道 咱们今天重点先说说 重点先说说 杨宗宝在你说评书里头 有没有对她的一个赞 你再让你说一下 杨宗宝要在评书里说 面似敷粉 就白 白中透红 红中透粉 粉中透嫩 杨宗宝那脸皮嫩到什么份上呢 就好比是一个鸡蛋 包了老皮 留着嫩皮 拿针带线把它穿过去 挂在房间底下 招一宿露水 第二天早晨起来 太阳刚一出来照在这鸡蛋上 把那嫩皮再积出去 看里边这蛋清 就是苍蝇烙在这上边 当时来一大皮叉摔在地上摔死脑浆崩裂 那再说阳刚之气 叫眉分八彩 目若朗星 鼻如玄胆 口若屠珠 一对元宝尔 叫大耳强称 还有很有造化的 而且是海下无须 正在少年 你帮这一做 你仍然给我感到的是一种儒雅 而不是一种很刚烈 很豪情那种 那种战将的这种感觉 那个战将的感觉说 不怒自卑 他得带着发 你知道 就你凭什么演这幕 《默奕英华帅》里的杨宗宝 为什么 因为我可能本人 我自己性格里头 有很多这一版杨宗宝的特点 当时我觉得导演也好 还有余老师也好 能有这样的魄力来定我 我觉得其实慧眼十足 一开始我们并没有 选中这个逻辑 最开始我们选到很多 是知名的演员 但周末元音吧 就没来了 为什么选中他呢 他比别的演员有灵气 再有一个呢 就是他本身学过京剧 还有一定的武功的底子 你演一个杨宗宝 你不能说 这样一个盖世武功的人 你不能是老让人替身吧 是吧 这一端架 一个范儿也不对 也不行 所以这两盘品 我们选中了他 咱那戏有四十几 有十几集戏 干嘛 谈恋爱 不打 不打 就写他们俩的恋情 就写了十几集戏 你们俩的对手戏 大概有多少戏 从头到尾吧 太多了 从头到尾 不怪从头 一开始 这个戏的这个开始 就从这个 这个老的桥段 就是木克寨招亲开始的 等于就一开始 那时候跟他没关系 一开始就来了 一开始就有关系了 你去木克寨干嘛去了 去木克寨去报仇去了 就是因为 不是 上了你跟他们家有什么仇啊 戏曲里面有个桥段 也是这个 羞辱这个交赞 孟良交赞 对 他等于是孟良交赞 是他的书背 记的这个 叔叔的这个备份 等于是这个 从这个羞辱 孟良交赞开始的 就结下梁子吧 对 结下梁子以后呢 你得替这两个叔叔 出气 这个出这气 所以就跟 就对他们家 反正就没好感 对 但是你就去了 你去呢 是为了找茬去的 对 当时作为这个演员 他的一种内心 你演绎的是 你已经知道 他们家是这个 宋朝的这种 那个非常 器重的将军们 显赫的 不知道 跟这都没关系 因为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们就是 思目相望的时候 一见钟情的时候 他还装一哑巴 他还装一哑巴 还不知道是谁 他就觉得这个 这个少年 这个 这是对的吧 赵老师 咱们把这点 咱们看看 这有装哑巴 很精彩的 你演的这个角色 就一下就按上这哑巴了 不是 他后来笑出声了 发现他是装哑巴 但是他不知道他是谁 这英俊少年 其实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他比武招心的时候 跟谁打谁都打不过他 就已经打累了都 都不愿意跟人打了 突然站了 突然出来一个人 他打赢了 他觉得这个人 也不就是跟前面差不多吗 还是个哑巴 还是个哑巴 你认为你比他厉害 当时那一场确实 因为他轻敌 他输了 回马桥 打赢以后我就走了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 穆不英就对杨忠宝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就要找杨忠宝 找杨忠宝 那这个时候 宋军要去预聊 要降龙木 要降龙木的话 那杨忠宝就不停 很快就要降龙木的 这个主题就出现了 对 上他们家借去 对 然后他们家不借 他爹愿意借 他不借 他不借 那意思就让你来 让你来 是不是 逼着你来 吊着你 是吧 对 这个为了儿女情堂 先把国家大事 先聊一聊 他一个山代王的一个女儿 对这个国家大事 知道的不是那么多 认识不清 他根本不关心的 对 他不关心的 这会儿易敏的心思就是 松宝 要提到忠贞不渝大情 你们俩是不是有一对歌 有对歌没有 有 这是咱那戏的亮点 那这不行 你这现场能不能对两句 好 可以 好 好 山上有香龙木 今天我就要去走 如果谁敢阻挠我 杀他个偏家不了 山寨有香龙木 妹妹我天天把手 若是你哥哥想去走 先过了宅门口 我在门口堵着呢 他过不去的 你这里有哥哥要想去走 妹妹我天天把手 若是你哥哥想去走 先过了这寨门口 我在门口堵着呢 他过不去的 他这戏里有一个问题 您知道吗 他这原先的传统戏啊 是郎才女貌 两个年龄相 般配 很般配的 这回不是 这就是 这回不般配 不般配 这回是四个英 实际上苗圃也比他大点吗 我比他大 是不是又给你们戏说成 这叫姐弟恋 是有这说的吗 因为从这个穆龟英的 这种心智 和他的这种智慧 来判断的话 他肯定是比 就是我们戏中心 比他更成熟 其实我觉得 换个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是说 穆龟英如果真 就是比杨龙堡小很多 或者是说 看上去杨龙堡比穆龙大 然后被穆龙堡玩成这样 我就感觉 就弱智了 现在这样你还能 还说这人挺可爱 挺好玩的 就在这个恋情戏里头 有没有打仗的场景 有 有有有 那你们俩说说这个 那要不然怎么把这个 完成这个三情三重的 这个桥段呢 就是他们俩之间是 真的是不打不相识 从他的这个 打的这个过程中 才慢慢的让这个宗宝 一步一步陷入这个爱的深渊 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且还是要尊重老的这个 这个故事 老的这个桥段 怎么把它弄得有意思 在那个时候 是不是杨龙堡已经对穆龙英 已经是终身不改的这个 这个志向 已经就真正的爱上他了 对 甚至穆龙英还逼他回去说 我已经放弃了 我放弃这个 让他更功德 对对对 但是 已经婚礼了 然后穆龙英还深明大义 说你干脆回去 婚礼之前 婚礼之前有 婚礼之后也有 就是为了保他的这个命 信念 对 而且希望他的 这个还是爱一个人 你这一说 我这么一想 甭看我都觉得挺动人的了 是吧 他那么喜欢他 当然为了他保命 我可以割舍这段感情 撂下这段感情 你回去 你保住一条命 你去跟那个女儿好吗 但是这是他们俩的 忠贞的爱情 杨总宝又为了穆龟英 至死不改的 我觉得杨总宝那个时候 跟穆龟英结完婚以后 就回天波府了 回了天波府以后呢 家里人就说 你赶紧准备准备 就说你要进宫里头 去跟公主定亲的事 那杨总宝特别直 他说我定什么亲呢 我跟龟英已经结婚了 家里同意他们结婚了没有 没有就家里人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你怎么那么大胆呢 全家人一知道 这事都疯了 不是过去这个事 可是不允许的 所以父母之命在那 他是个大家族啊 对所以最后 杨总宝 就是到皇帝面前 去说这个事的时候 就是他那个倔 就是什么呢 就是皇帝说 要跟公主成亲的事 他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 就说我现在已经成亲了 我不能成亲 我已经是有家世之人了 对我跟穆龟英成亲了 不能皇帝就急了 那好你成亲 拖出去斩了 这次的圆门斩子呢 都不如圆门斩的母门了 那是属于皇帝 出来干预的这事 对 这个可以说是你们戏里面 一个最大的突破 过去没这 过去没这些说法 算原创 这一节实际上是 蛇太君救的他 救的他孙子 对 是吧 对 你不管你谁 你要斩我孙子 门也没有老身在这呢 是吧 拿着龙头拐杖就冲上去了 就冲上罚场了 对 冲上去了 然后就把你救 救下来以后 这个当今皇帝就统一了吗 救下来以后 是穆龟英 马上带着乡公路来了 没有 说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 这个夫妻的这个关系了 就是 穆龟英也算是闯罚场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闯罚场 那有一个条件 就跟皇上谈了条件了 就是说 你要是杀了我夫 我就毁了这降龙墓 所以才会有戏剧中的那个桥段 就是他顶着那个降龙墓就来了 当然我们这降龙墓不这么小 很大 这降龙墓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是用最现代的这个方式来解释它 它是千年古术 这首先是 而且在这个木科寨 只有木科寨有 就是 那你是 整个全世界 就有木科寨有 对 而且一根 就你觉得这个 就是他把它已经传奇化了吧 这根木头也传奇化了 只有这样的传奇化的木头 才能造就他们传奇的爱情故事 才能造就他 穆龟英传奇的这个统领三军 都是由传奇引起的 那你挂帅的时候 你干嘛去了 挂帅的时候 在啊 我在 你还在呢 那你是 等于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 先锋官 对 还是先锋官 好 男人得屈尊了 就你不是主帅 你的 你的媳妇是主帅 而且你的媳妇得管着你 你如果稍微有点大男人主义呢 这里就要产生很多矛盾 对 就是后来就因为有大男人主义 才会有死的 那你肯定啊 你哪能在军杖当中命令你 你想在家里 要行使夫权 对他受不了 是是是 有一个征扎的过程 那这个桥段有吗 有 男的当了先锋官或者是主将呢 他又要命令他 有点什么不得体的他要吃他 是不是 他就训斥他 行军法 你让这个男人心里头 确实也不是特好受 你为了爱情 真的也献出了巨大的这种 这种亏损 也不是亏损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爱一个人 我觉得就应该真的爱的话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重要 在整个戏的贯穿线当中 仍然是在这样一种 这种相亲相爱的 对 这是一个主体 对 那其他的这种小矛盾 都是一个 不值一提的 如果真的杨宗宝要是好面子 真的是好面子 他就不会曲目归音了 他老是三番五次的打赢杨宗宝 杨宗宝总是输在他手上 真打不过他 你是真打不过 他腰格子太多了 后来那个回马枪怎么破的呢 他交给他了 一家人了不瞒着了 这绝章交给他了 他想尽办法从杨宗宝那套来了 回马枪到底是怎么用的 这就活该 这就活该了 和评书戏曲中的形象不同 罗进用一种幽默搞笑的风格 全新演绎了一代名将杨宗宝 为了躲婚 他居然装疯卖傻 为破敌兵 他炸死满民 伪救大宋 他甘坐先锋 一个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的少年英雄 被罗进演绎的活灵活现 不凡的身手 精彩的打斗 都仰仗罗进 有着多年的戏曲功底 一个不经意的动作 让现场工作人员为之一振 也为全剧增加了亮点 你演过戏吧 对 小时候唱戏 小时候唱戏是吗 对对 演过文戏舞戏 我都是唱小生 小时候 有五小生吗 是我最后一年的时候 然后我师父就跟我说 说你也别老跟着我唱文戏 他说你学出武戏吧 然后就去跟那个武戏组 学了一个剧目 就学了一出武戏 演出 演的就是杨宗宝 我告诉你 人 他有缘分的 这就叫缘分 只是一段一小段是什么呢 还真是就跟那个吻合上了 是宗宝贝琴那一段 哦 跟木鸣的 对小块枪 小块枪 原门 原门咱子那场是 那个杨宗宝是没有戏的 在戏中 在戏曲中 他就戴上戏 他就是一版剧 戴上 这戏里头罗进还有一绝活 导演没给他安排这场 他能擅自的改了一场戏 至于改一场戏 是改一个动作 来了一绝活 是是 也不是绝活 就是 你小时候学武术嘛 那天是有一场戏是什么呢 就是 武打的 武戏 然后是贵英呢 要跟一个 一个 一个武士 他们两个人要比武 然后呢 比武的同时呢 我就因为我知道对方很强 我怕贵英受伤 所以就给了 失了戒了 就让贵英就 没出来 就下了药了 就没让他出来 然后呢 因为如果他要是醒着 说不让他来 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这个个性 绝不服输 药强 对 我就下了药了 就给他困在家里 就不让他 然后呢 那边那个人呢 就十分的叫嚣 我们一家人站在上面 就贵英就不来 在等贵英 贵英就不来 我心里知道 我什么事我都知道 所以当时 他那边一叫嚣 我这边一愤怒 我下去 一个七八角楼梯吧 当时的四星纲老师啊 他们还有那个 大家都坐在台子上 我是临拍之前 我突然在想 这杨总保 这一生气下去吧 你说我要直接跑下去吧 没劲 对 不好看 对 结果我就直接就上 你 就一马就下去了 怎么怎么翻 走了一侧乎翻 走了一蛮子 走了一蛮子 一侧乎翻 就下去了 杨元帅听着 如果木贵英不比 我就撞死在天波府的门口 站住 站住 木贵英是我妻子 他今天身体不适 我跟你打 当时我一下去以后 当时四星纲老师 因为他以前 傻了 他不知道 没有没有 这结果 突然说 要知道早安排了 就是类似这样的角色呢 我觉得他 稍许呢 就是借鉴一些 就是戏曲舞台上的东西 我觉得他拿捏得很好 那孩子特别聪明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棒的演员 以后将来他了不得 也挺棒 现在问大家有小问题 待会儿有个广告口 杨宗宝在这个戏里 使的兵器叫什么名 您知道吗 我们请罗晋来讲 好 罗晋说到底是什么 杨宗宝使的兵器叫什么 杨宗宝用的是 素鹰虎牙战金枪 这个戏里面 我们都到大结局了 很多人都卖了力气了 没有他们也不成戏的 对不对 因此呢我们选了五个节点 或者五个人物 这你跟他们 这人物其实有点虚构 这回虚构 他们俩都虚构的 那人物还不虚构 不是 这个传统戏剧都虚构 都虚构 你们说宋宝跟桂英 肯定这个爱情没有第三者 没有 这回纷纷有第三者 这个穆桂英是第三者 不是 肯定是 穆桂英不是 他怎么不是 他们俩人相恋自由恋爱 他自由恋爱 但是人家有一个两巧无猜 人公主在前 就这公主 公主在前 他要说的第一个配角 就这公主 那你宗宝跟他有什么 跟那个公主 公主 公主 反正我觉得始终 第一点 我觉得他因为以前是个歌手 所以现在 星光大道 对 星光大道 对 毕老师那个 老爷 老爷就叫老爷 没事 别提老爷 那个 他吧 就平时因为以前他是唱歌的 所以呢 他算职业歌手吗 职业歌手 算职业歌手 他出过专辑 出过单曲的 唱得非常好 对 唱什么呢 我真的没听到 他好像是星光大道 唱那个什么 宁省一顿饭 我是真的好惭愧 因为 我说 我那天开玩笑 我说我真的是 上有老 下有小 上面有老一辈 这个艺术家 然后下面带着一帮 这个弟弟妹妹 因为一说起来都是比我 我说我好尴尬 我说我实在不好意思抢你的 这个杨宗宝 一算起来 我本人要比他大 好几 就是大一轮多 你想想 就是你特别 对 他很小 年轻的 好像是个小姑娘 非常小小姑娘 所以我觉得不容易 你想他 你想想你二十多岁的时候 你要是给你一个这么重的角色 你真的完成不好 因为这个角色非常重 在他们俩的这个爱情的这个旅程中 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不是一般的配角 几句戏就过去了 不是不是 他贯穿至终吧 所以很不容易 然后又演一个这样的 他平常生活中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 那要演一个非常刁蛮的这样的一个 就这样的 就这个 很漂亮 很高的个儿 然后演一个刁蛮公主 他深爱着宗宝是吗 是的 对 但宗宝不爱他 宗宝始终是把他当成一个玩伴 小孩一起 就当妹妹 很多戏里都说了 我一直把你当妹妹 然后那个女孩就不依不饶 谁说你是我哥哥 那倒没有 他前妻他没有挑明 没有去说这个事 整个戏里都没挑明 对 整个好像都没挑明 没挑明皇上都要杀你了 还没有挑明 那是后来皇上说要把公主 那你们俩为什么还搂那么近 嫁给 这是何影 这不是戏吧 这肯定不是戏里 这哪来的照片啊 我从来没见过这照片 这可能是影行的吧 但这不是PS的 这确实你搂了 而且你搂得很潇洒 这是私下的 要不然后面那灯不能穿了 对 这场戏好像是那天就是 皇宫 皇宫 就要斩你的那场 对 跟皇帝说 说那个 我跟穆贵英已经成亲了 对 那场 哦 也是 你要是在戏里 已经跟他这么亲热了 你再跟他成亲 那就绝对不行 那这宗宝有问题了 你太有很大的问题了 其实戏里头 也好像有这样的动作 因为 是因为 把他当哥们 有勾姦搭配的 你这个当成哥 这好像还不完全是哥 那表情 对 成哥们 你没看我的笑容 很官方吗 但是他的眼神有所暧昧 他已经就很不自在了 他有点暧昧 入戏了 入戏了 所以我发现 就是不是你光从老一辈的 这个艺术家身上 能够学到东西 你更可能从他们这些 年轻的演员身上 刺激到你很多 你说哦啊 文虎还要 革命尚未成功 仍需努力 同志仍需努力的一个状态 他作为歌手 第一次演戏啊 真的是很认真 很认真 所以说 真的在他身上 我们学到的是 真的是这种 这种认真 这个劲儿 就是他的热情 我觉得是真的是 挺值得我们学习 有没有他的天分呢 除了热情以外 有的人很努力 努力了半天 你就觉得他很笨 你知道吗 天出还是 但是有人 但是有人 他是要有灵气的 这是演员最基础的一个基础要求吧 基本要求 基本上你们觉得他身上是有灵性 那当然 对 有灵性再加上努力 那他一定成功 下次再也目光晕挂涩就是他了 你就是太君了 哎呦 像飞这人在历史上有没有这人 没有 也是编的 他是八贤王的儿子 他这个的什么关系 他设置的是 这个赵飞呢和那个杨宗宝啊 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哥们 发孩 对 发小 就一起小时候什么各种坏事都干尽 然后就是什么 小孩的这些小孩 小恶作剧 对对对 小恶作剧 然后各种事 然后就这么一起成长出来 成长大的一个算是 胡鹏狗友 应该是一对帅哥 这谁演的赵飞 赵飞叫刘恩佑 这个刘恩佑怎么样 太帅了 太帅了 我那天 要搁着你来讲不选他了 我两个都想去 你当个不选你不能紧着夸那个 他真的帅 他有一种梁朝伟的那种气质 我的天 真的你要见到他本人 又有这样 对他有悠悠的一双眼睛 我的天 所以就很吸引这个女孩子 罗伯特巴乔 对 那双蓝眼睛 征服全世界 对 有一点描谱 我们这三个男的就你一个是女的 你呢又在这样一个 怎么说呢 像淑女去进发的这种 你都理解 各个方面都理解 就是你们女人为什么喜欢这种很忧郁的眼神 我弄不清楚 我觉得 就很多女人喜欢 你从就是 有时候你特别敞开的一双眼睛 你可能会拒之一千里 所以人就有一种探秘心理 我觉得这是女人的一种心理 在作祟 就是 我到底 你到底是什么东东 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就像一个 我要离你靠近 然后我要深入你的灵魂 是那意思吗 对 我要征服你 就知道 就想知道 她有一个女性的征服欲 对 我觉得她就是 你不了解神秘 或者像一层蒙了沙的一个豆腐 你要把 你用探秘心理 探秘心理 探秘心理就把你给探出去了 对 把自己给探进去了 你居然从她的眼睛里 她这闭着眼睛 这看不出来 玩手机的 玩手机的 然后呢 事先是她先 你看 哪边 这是我们 你看 左边这个是她 是好帅 右边这个是米 对 你看我们这盔甲 就刚才我不说 我们坐那都这样 对 对很重 支不了腰 对 我俩平时啊 在生活当中啊 也是基本上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往那一坐 都没正形 就我搭她腿上 她搭我腿上 基本上是这样 然后呢 这个赵飞呢 是先看中了木龟英 她先认识木龟英 就是比武招亲的 比武招亲的时候 其实赵飞在后面 看热闹去了 在后面看热闹了 其实因为她 知道木龟英这个人 她看上她了 对 她喜欢木龟英 然后呢 她就没想到 我也冲过去了 你根本原来不喜欢 对 我就不喜欢 你一开始不喜欢 然后她呢 在身边 就一直在不停地说 就说宗宝 我告诉你啊 龟英呢 是我了 你不能抢我了 对 是不是这意思 对 然后我呢 就跟她说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 一个这样的山 山野的一村姑 对 山野村姑 我怎么可能喜欢她 不可能 一直到最后 其实杨棕宝的行为 就她的心已经背叛了 她的所有行为了 你实际上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 你已经横刀夺爱了 对 是吧 嘴上还不承认 你然后还不承认 对 嘴上还不承认 然后还得让她认着 对 哎呦 你这也知道 直到最后有一天 就继承事实了 没办法为了爱 因为她也没办法阻挡 因为穆棕英三秦桑 就是说这个爱来的太 无法阻挡了 对 就连这个 所有的这种友情什么 都可以抛之 然后为了这份真正的爱情 这可以冲破一切牢笼了 对 是不是这意思 对 就是她跟杨棕宝之间的关系 即使中间加了一个穆棕英 但还是很好的 最好的哥们 包括到最后她还小姐 就是说 毕竟她们没有 定一个基本事实 也没订婚嘛 只不过是对她有好感 对 但是这个时候 你已经这个一发不可收拾了 你们两情相悦了 她也无可奈何 就让了 就那么说 她不让 她也没辙了 就是她没辙了 原来她也是继承了 她这个八贤王父亲的这个 你再真是的 你让人家一直吃着亏 两代 两代 两代受责 她要练吗 练得不好 练也练 对 她是后来是拜宗宝为师了 哦 哥们儿拜师了 对 哥们儿拜师了 最后也是也是 谁演的 也是我的师妹 也是我的师姐 是你师妹 师妹演婆婆 对 我的师姐演妈妈 然后呢 你们这个对戏之间有什么感觉 肯定是会不自在 因为平常都是在私底下都是姐 苗姐 姐这么叫人 哦 杨不慧 你看这是杨不慧的剧道 杨不慧 而是长得特别 这个杨不慧就整个是金庸的小说里 有点心 有点混血 小杨人 小杨人似的 那她这婆婆的威严怎么拿出来呢 在戏里头 可能更多的是从礼仪方面 从这个约束方面 端着 对 我因为 木姑英最缺失的就是这一方面 因为她不受传统教育 她演得挺稳 挺稳 就包括 很符合她的身份 对对对 平时我 我们其实平时生活当中也是管她叫师姐娘 我叫师妹婆 师妹婆 师姐娘 实际上把她的稳重成熟 往她的高龄化去推 对对对 这还没想到这么年轻 演婆婆 她在这个整体的这个戏里有什么出色的最最精彩的情节吗 就是 在管理归因 她在管理归因就是修理归因的这个过程中 她也感受到了很多这个女性解放的这种思潮 另外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人家是一门武将 她应该是纯粹的不会武功的 唯一财政主是在这个杨家 杨家将联是不会武功的 不会武功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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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非常希望这个电视剧看完了以后 鼓舞我们的这种 这种怎么说呢 这种阳刚之气 说说那个 你的爹 我的爹 这多大 二十几 这大 跌跌大 这是细鼓了吧 对 然后 谁演的 沈老平 沈老平老师 他是河南河南省画的吧 对 非常要求严格的一位老师 太佩服咱们这一代的这种神话的各个地方的那种老戏骨在台上折腾一辈子 有的时候人家没机会 不像你们很年轻就已经有机会上电视剧了 他们有很多人因为他改革开放那个时候他不是他正风话正茂的时候他没赶上电视 发展的时候 于是有一批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这样的老戏骨到戏里面演那个配角一个比一个精彩 功力很 太功力深了 我原来跟一个台湾导演就问这个 我说你到大陆来拍戏的一个这个动机是什么 他说大陆的演员资源是台湾所不具备的 当然 这随便拉几个人都真的是功力都很深厚 对 所以我特别佩服这一批演员 对 这沈老师怎么样 沈老师特别认真 也是多才多艺 因为我们不是同期生 但是他对他自己的那个台词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就他不允许他自己吐一丁点 就我们觉得是很好的 他觉得不好 他是话剧演员 他所以在台词方面他对他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他太讲究了 特别讲究 而且好像他知识面还很广 我们有一场戏上 很多他要他觉得不对的 他要他要求他这词不对 完全不是那个年代的 沈老师给这个角色真的是夹了很多的份 对 原剧本上面其实给他的东西不是很多 主要是为了辅助杨宗宝 他主要是我这个戏我们说的我们两个人的情感之间的故事 但是他在从中比如说前期的对宗宝的这种严格 包括到后期木贵英挂帅以后 他作为一个长辈 他在旁边去辅助木贵英 然后帮木贵英想很多计策 包括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很多都是他在自己后面在 有那个失落吗 咱们老戏里演的他那种失落 有 他的元帅让给他了 他作为老公公他远远扫地的 很多这个桥段都有 我插一句啊 就是说你们刚才说他给这个戏增色不少 是他的表演的增色呢 还是他自己多写了一些戏呢 都有 就是他对这个人物的丰富 对是保证就是你是充实这个不出戏 不出这个 比较贴切 对 不出这个盒的这个为这个盒服务的 对就是他的人一下就丰满了 这个人物就火气了 就是他的丰满 他的这种天系或者是怎么叫 我们叫天光增彩 就是天光 他不是给你累赘 是这样 这真的是需要生活的积淀 包括真的是他整个的心理的东西 我我我特别真的认为 我觉得很多年轻演员 凭着自己的现代的这样一个基因 和一个运气 有这个造化 是吧 那个咱们的那些很前辈 像我还比我更老的那些前辈 没有你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基因 最后的人物 最后是一个群体 一个群体 是木贵英的 丫魂门 女兵 他他在山寨叫女兵 女兵 都是媳妇 对都是自己的儿时的玩伴也好 闺蜜 闺蜜也好 这个同甘共苦的这个 就是同志们也好 对 就是他 就是女人身边的这么一群女人们 刚好呢 恰巧这帮这个 这个女兵 也正是花季的年龄 所以他也推动着这个 他 木贵英和这个杨宗宝的爱情 也是追随 爱情的追随者 爱情的润滑劲 对 是吧 你能不能很细节的讲一 讲一两个 小的细节拍戏当中 比如说 我们这个 比如跟杨宗宝 跟木贵英 就发生了那个 关于这个 他的前途 他的生命的这个 安危的这个 关十字路口的时候 那他们最后终于决定 我们放弃一切 走在一起 那这个时候 你怎么去 表现他们的那种圆满啊 这个时候就 女兵们就 漫天洒起了这个 鲜花 然后还有在关键的 他的又是他生死的问题的时候 必须这个 比如说 降龙木可以救他的命的时候 发现降龙木 被盗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节 这个时候是 所有的这个 他的这个 女兵同伴们 一同陪着他 去找这个降龙木 不顾生死的 甚至就跳河 在河里去捞 这等于是 同生死共患难 还有一个这样的事 关于我们剧组的这帮 就是女生军 这帮女孩女兵啊 我们当时在拍戏时候 在横店拍 都很年轻嘛 然后呢 另外还有一个组 另外一个组 当时我们在 在城墙那儿拍 拍军营大仗 他们在旁边拍 然后我们拍军营大仗的时候 然后当时旁边 那个剧组的那个副导演 就当时就在旁边说了句话 说 你看人家穆龙英挂帅 这个剧组 这些旁边的这些丫鬟们 怎么会 都长得那么好看呢 而且我们组里的 这些女孩们 真的是很有才 还会打快吧 哦 学舞蹈 多才多艺 学舞蹈 对 那个 用上了没有 全部都在里面展示 其实我觉得 真的是 就身边的 其实这些演员 真的太重要了 如果说你说 你自己演的再好 身边的演员 整体 上不来的 包括有一个演员 特别可爱 有个演员 跟我跟我本人 长得很像 他们都叫他 那个小苗普 好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提一个问题啊 也就是蛇塞花 出生于什么样的 一个家庭 其实呢 我们那个 如果好好看戏的话 一定会注意到 蛇塞花 为什么这么 喜爱这个木龟鹰 原因就是 他们俩都是山寨女 您回答正确了吗